国会议员到追酒店女佣 但女人为了能够升职做经理不得不拒绝她 可即使这样 她冒充女房客的事情还是被发现了 公园套房的女人因为嫉妒她与杰克的暧昧关系 后又在安妮脖子上看到了一条昂贵项链 她觉得以安妮女佣的身份根本不可能买得起 便想着调取监控看看 是不是她在哪里偷来的 却无意间发现安妮前天竟然穿着自己的衣服出门了 铁证如山 安妮无从狡辩 女人为了羞辱她 不但喊来了酒店经理 还托人请了杰克来旁观 看到安妮的那一刻 她不敢相信地询问道 安妮看她的眼神里充满了无奈 经理在这时说道 杰克跟了上去 女人想要趁机讨好 却被她直言拒绝 私人管家与她一同交了辞职 两人零分别时 她认真的对安妮说出了这句话 刚走出大门 她被喊停 相比被骗后生气的情绪 杰克更想知道真相 她说了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 助理拦住了记者 杰克真诚地问 这段感情是真实的吗 身处高位的她自然明白正敌们的手段 安妮回答道 如果时间能倒退 她更希望以女佣的身份出现在她的面前 两人自此分道扬镳 安妮回到了贫民窟的小屋 整日以泪洗面不说 还被母亲指责赖蛤蟆想吃天鹅肉 经过之前拒绝杰克的事情 她登上了新闻头版 私生活遭到了记者的侵犯 杰克为此专门召开了场新闻发布会 说自己曾追求过安妮 但那已经是过去式了 现在正是与安妮提出分手 辨识前的安妮虽然知道 她是以这种方式来保护自己 不受到来自记者的骚扰 但心中还是不免伤痛 儿子从身后将她紧紧抱住 她只能用这种无声的方式 给予母亲安慰 为了生计 安妮再次找到一份服务员的工作 而缘分就是如此的奇妙 杰克就任议员的发布会就在那里举行 但安妮并不打算再与她见面 儿子为了这两人可算操碎了心 陶克来到发布会现场 助理想要阻止他的回答 毕竟杰克此时的一言一行 关乎到太多东西 男孩短暂犹豫 杰克表示认同 助理猜到了些什么 再次想要阻止 一向内向的她 为了母亲的幸福 能在众多记者与媒体面前 大胆地说出这些话 杰克感到欣慰 他来到小泰面前 在她的带领下 杰克找到了安妮的藏身之所 众多记者后面跟随 他二话没说 打断了安妮的笑容 看到儿子一副期待的表情 记者破门而入 两人拥吻在一起 电视机前看直播的人 都为这一幕拍手叫好 电影至此结束